皇后 大王若怪罪下来 奴婢全担了就是 奴婢告诉大王 王后对此并不知情 你们都不用担心 过了今夜 若没事 便没事了 王后怎会知道 她若真想动手 不会把这件衣服留在这儿 这是出手我的证据 你们去把这件衣服烧了 一丝灰也不要留 是 公子荡的气色比我之前看到的大剑好了 天剑有脸 荡儿总算是死里逃生 好好养伤 痊愈了 王叔教你学习兵法 荡儿 荡儿知道了 放后日也照料公子荡 也要多保重才是 多谢樗里子牵挂 老臣告退了 让我突如老臣 荡儿 你这是在在看什么呢 年轻给我留的功课 他要我看看我们的以往和来日 什么以往和来日 婆婆你看 这是秦国 这是楚国 你的意思是 秦国和楚国是咱们的以往 对 那来日呢 来日 来日在这儿 这是哪儿 这儿是巴蜀 巴蜀 月儿 稷儿说咱们的来日是巴蜀 这是何意 姑姑 喝药 巴蜀 巴蜀占据天险 易守难攻 而且西街秦国 水土丰美 盛产粮食和丝博 我想请大王将来把巴蜀封封给稷儿 幽阴稷儿年纪尚幼 便可以让我随同一起去巴蜀 加之巴蜀 与楚国水陆相通 若稷儿分封在巴蜀 我们就有机会派人去楚国 让荣帝也去巴蜀 一家人得以团聚 月儿 你是想带着稷儿离开秦宫 我想了多日 这是我们 求得安稳的唯一出路 稷儿 你愿意跟着你娘亲出宫吗 我听娘亲的 若有一日让稷儿自己选呢 我还是亲娘亲的 拜见大王 坐 是 不知大王宣臣进殿 有何事商议 你看看 王后尚书于寡人 说是诸公子年岁不一 且生母出身地位荣宠不一 皆是寡人之子嗣 恐有以其年长 以其母族 以其荣宠 而厚得封地 年少微贱者无人直言 因此想借来年元日大吉 为诸公子分封番地 这是好事啊 王后此书 乃贤德之举 不管其因是什么 总归是件好事 若是王后能稍补公子荡 好物雁门之不足 母子相辅相成 大王也可放心了 你是秦国大宗伯 主管宗室事务 这十多位公子的分封之事 就由你来做个谋划吧 臣遵旨 王后如今的心思 真是越来越缜密了 此刻不提立储 却尚书分封 她就是想让大王 把年长得和有军功的公子 也都分封出咸阳 这样就没有人跟她的儿子 争太子之位了 夫人要快想办法 华儿在秦国的旧族当中 甚得人心 旧族们若能同心协力举荐 大王也不得不忌讳几分 那就赶快联络那些旧族们 恐怕已经有些晚了 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谁说的 王兄来信说 遗儿已启程多日 我估计就快到咸阳了 魏遗夫人的亲侄女 无论是在魏国还是在秦国 他都是无出其右的绝世佳人 八子 张相 莫不是在此特意等候我 听大王讲张子要来承民殿 明月特意在此等候张子 还真是特意等候啊 何事相告啊 前几日听大王偶尔讲起 说有一个叫李冰的大夫 经过对蜀地的考察 上了一道奏折 说是想在巴蜀的都江一带 去兴修水利 不知道张子以为如何 若真能在都江之上 兴修水利宴渠 自然会大力提升粮食的产量 功在当下 力在千秋 只是大秦久战贫瘠 中枢财力不足 就眼下而言暂时行不通 那朝中还有谁赞成这一主张 司马错将军对巴蜀之事 一向兴趣浓厚 说若是治理好了巴蜀 大秦就有了信心争霸天下 他自请镇守巴蜀 还要带上礼兵等人 那大王有没有说过 要派宗室之人去管理巴蜀 过上一阵子 等巴蜀的人心稳定了 大王自然会分番金属 芈月怎么会对巴蜀之事 这么伤心啊 稷儿眼看就要九岁了 我不得不为稷儿做些打算 张仪已经为芈月和公子稷 做了打算 芈月见张子 也是为了求张子一事 何事 求张子 妾妾不要到朝堂上 议论储君之事 若一定要说 那就把稷儿 剔除在外 公子稷是生就的贤王之才 你是他娘亲 竟然视而不见 求张子 帮芈月这个大帽 不认识 若是别的事 一千件我也迎你了 但此事 事关大秦的千秋八叶 岂是张仪一个人说了就了了 王后 芈八子来了 王后 让她进来 是 王后 我有话 要与王后说 说吧 我的稷儿 绝不会与公子荡争处备 你我已经如此 争不争已不相干了 我希望你我仍是姐妹 稷儿和荡儿 仍是兄弟 两虎相争 是不是姐妹兄弟又如何 我需要王后的帮助 让稷儿 分封出咸阳 什么 让稷儿去巴蜀 我们母子 从此远离秦宫 这 是 不会是你的真心话 芈月此刻 没有比这话更真心的了 王后若是相信 就只管下大王纪念 王后 昨日听说 那个魏夫人的侄女来了 是个绝色美人哪 魏夫人的侄女来得真是时候 这两日宫里流言虽多 但大部分还是跟分封有关 凡是流言都有起因 人家都在想法子争议吧 你怎么提都不提一下 定数权在大王手中 争又有何用 只是大王见了我 从不提分封之事 这让我有点忐忑 你是说 或许大王不肯把稽儿分封到巴蜀去 但是我是想说 或许大王 根本就不想让稽儿出宫 好颜色 大王说的是 是什么 华如桃李 深秋季节 菊花丛中却开出桃李 是不是有些古怪 也说不定是世外先淑啊 若真是世外先淑 必不待反俗之气 也不会落到寡人的花园里来 小女子卫备拜见大王 你不是秦国人 我是卫国人 前两日才到咸阳 来看望我的姑母 你姑母 卫夫人 正是 正是 你在此处做什么 姑母一直有心口疼之症 听说用这种黄花煮汤盒会有所缓解 所以采摘了一些 太医院有的是治好的药材 何须你亲自来采摘 听姑母说 姑母虽贵为夫人 但是人老朱皇不被看中 所以太医院的药材 也不好再三取药 人老朱皇 不会吧 人情冷暖 这也是常有的事啊 你倒是看得开 后宫就是这样啊 攀高节跪的 不一定是这样的 那会是什么缘故呢 也许是因为华哥哥 在大王的公子当中十分出众 所以姑母遭人嫉恨 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 真话而已 时辰不早了 姑母该惦记了 姨儿告退 上面 再往上面 对对对 你别捡了 快你也打 对对对坐在那儿 好啊 小孩儿 这枣甜吗 问你话呢 甜 那我能尝尝吗 真甜啊 这棵树上的枣啊 是宫里头最甜的了 你喜欢多吃点 只 只有我知道 这宫里头啊 哪棵树上的果子最好吃 那你告诉我这些树在哪儿 我也去摘 我是卫夫人的侄女 要在宫中住好一阵子呢 还是我摘了 给你送过去吧 那就谢了 小孩儿 我不是小孩儿 我叫嬴通 寡人对卫夫人真的刻薄寡恩吗 这小丫头说话口无哲来 大王不必往心里去 论华儿在众公子当中出众这话 倒有几分道理 华儿作为长子甚为寡人喜爱 有军功有担当 你说 他跟寡人提起卫夫人和华儿 是有心还是无意 能与大王如此巧遇 怕是有备而来 怎么说 他是特意在那里等着寡人的 他是想为卫夫人和华儿说情 寡人明白了 原来这华如桃里的小女子 也是为了寡人身后之事而来的 把她搅匀 你这也是从底下翻上来的 要均匀 来 给我咬一碗 我尝尝 姐姐 大王 你来了 寡人有口福了 老远就闻着桂花丑酒的香味了 大王 你来得正好 我呀 刚刚酿了几坛子酒 待会儿你带回去 什么时候把你这门手艺 传说给宫中的奴婢们 省得我老远的老是往你这里跑 你别糊弄我了 大王到我这宫里来 不是只为了这桂花丑酒吧 什么也瞒不过姐姐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大王的公子们终于要分封了 关于分封 我已经让初离子去谋划了 公子们都长成了 有些个还军功在身 总不分封出去也说不过去 不过朝堂内外的诸人 都把这分封看成是立储先兆 是不是先兆还不是全凭大王您的心意 虽说储君该与分封无缘 但是诸国的公子中 先分封后立储的并非没有先例 只是多些个周者罢了 姐姐说得是啊 来 大王 你快尝尝 我亲自酿的这桂花丑酒 来 好 来 很香啊 年轻漂亮 这首饰都是多余的 父王说姑母年轻时 走上大梁街头万人瞩目 哪有那么夸张呀 人这一辈子 谁没有过如花丝玉的光景呀 只可惜 岁月不饶人呐 对了 昨日永相令向各宫派东西 特地让彩平多拿了十几匹 色泽亮丽的锦段回来 说是大王赏的 那日姨儿当面向大王诉苦 或许大王心有所感 那些锦段 就是为了体恤姑母的 这漂亮脸蛋子说话就是管用 要是大王能替华儿着想 让华儿留在咸阳 依儿该说的 那日都说了 见面三分情 行 姑母还得想想办法 让你和大王再多几次不期而遇 樗里子已将分封的安排 递到大王那儿好一阵子了 大王那儿却一直没有阴汐 会不会是西边那个人在大王处作梗 西边哪个人 婢子胡说 王后恕罪 以后别再说东边西边的了 能够河水不犯井水就好了 起来吧 谢王后 她说自己的孩儿不贪图王位 愿意分封到巴蜀去 此话虚实难辨 暂且当真吧 可卫夫人那儿又来了个美人 被人说得跟天仙一样 真是前有虎后有狼 过几日就立冬了 让荡儿把新学的拳法好好练一练 立冬之日 我把大王请来 让荡儿打给大王看 是 大王 外面太冷了 靠靠火吧 是 看着天要下雪了 下雪好 锐血照封年 有什么话说吧 别欲言又止 是 臣弟已将 朱公子封弟的安排 交给大王多日 不知是否妥当 还请大王示下 是啊 此事也该要做了 不然谣言会淹死人 寡人看过来 只是奇怪 为何 只有名册和分封之将域 却没有拟定谁分封在哪里 此乃君王之权 臣弟不敢善专 臣只是依朱公子的人术 列出秦国还未分封的地块 请大王自转 寡人知道你的为难之处 就不勉强你了 这众口难调 就连寡人自己一时也难以决断 只怕这段时日到你府上上门游说的人不少吧 臣不敢 虽然有些争议 但终究是口舌之争 争多争少而已 是太平之争倒是好事 不错不错 太平之争 确实件好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来这边 这块地处于赵位之间 面积广大 是块好地 可以给 是 这块地给公子封 这里给公子运 八蜀乃新征服之地 虽然低于广大 但却是崇山峻陵 险恶难治 樗里子 依你之见 该派何人前去 臣以为 派公子继续为好 八蜀险恶难治 寡人以为 你会建议年长公子前去 是 八蜀情况复杂 纵然年长的公子 也未必能够出之妥大 公子继虽然年幼 但这次领兵进八蜀的主将司马错 兼君张仪皆与其母族交好 父将未然更是其旧父 再加上八蜀连接楚国 其母芈月聪明过人 他熟悉楚国的环境 却又与楚王不合 正可与公子继有所帮助指点 臣以为派公子继去再合适不过了 似乎有些道理 臣弟僭越了 你我兄弟何必如此 起来吧 今日先到这儿 把刚才提过的这几个名字 和分封之疆域 暂时封存在金柜之中 等依王后一起搬旨 剩下的可以过些时日在意 是 等依王的拳脚功夫的确深厚 东练三九 下练三浮 荡儿勤奋 楚里子他们督促有方 总算是有些长进 好 父王 荡儿过来 喝杯酒 谢父王 看你满头的汗 去换身衣服 省得受风 是 荡儿渐渐长大了 也能为大王分忧解仇了 他们长大了 寡人转眼老了 大王春秋盛年 只是不必再那么辛苦 也该让宫里的嫔妃们 好好为大王尽尽心意 臣妾听说 前阵子宫里来了个魏国美人 王后的耳目好灵啊 不知那美人 是否和大王心意 王后真是用心良苦 大王 王后慢慢喝吧 寡人走了 大王 大王 天色已晚 不晚 寡人看看芈月去 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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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若是有所求 大王能答应吗 那就要看你 你是否和寡人心里想的是一样的 臣妾请求 为稷儿 求封八蜀之地 什么 你想为稷儿求封八蜀 是 臣妾想为稷儿求封八蜀 为什么 当年宫下八蜀 当年宫下八蜀 稷儿有功 大王 让我为稷儿讨封赏 就当是大王赏赐稷儿的 寡人说过 从不赦账 你起来吧 稷儿 稷儿不想 是稷儿不想 还是你不想 告诉我 你的真心话 寡人不准 但王若是不允许 臣妾不能起来 稷儿是王儿 寡人对他另有打算 稷儿自治平庸 不堪造酒 望大王开恩 你该知道这些年 你和稷儿在寡人心里的分量 但你要明白我属于稷儿 并不因为我与你的情谊 芈月 你太让寡人失望 大王去那边多久了 大王去那边多久了 快一个时辰了 好像好一会儿没听到萧生了 王后 大王走了 走了 大王是突然走的 看起来很不高兴 月儿 你本是聪明伶俐之人 今日你为何不借势借力地将事情缓缓道出 偏要横冲直闯得罪大王 这种事情若不到个一清二白 只怕大王会误解了我的心思 可你的心思恰恰违背了大王的心思 话总要说出口道 让大王早些明了 比蒙在鼓里好 以大王的脾气 只怕是不会应许的 下一时 确是有可能的 大王 大王 这么冷的天 你为何站在这儿 让寡人有眼福 看到一幅雪中美人图 姑母说 这宫中中了许多辣梅 我带人出来寻了一个时辰 只见树不见花 只好不得而归 宫中的蜡梅 都是从汉中和秦岭依赖的 今年的花期似有些晚了 等花开的时候 我会派人送些到你姑母的宫里去 这些年 你姑母精心养育华儿 寡人的孩儿当中 属华儿军宫最多 谢大王恩宠 不过 这辣梅就不必送了 这宫中人多嘴杂的 三人成虎 众口朔尽 一二还是自己带人去摘彩吧 宫里 难道有什么闲言碎语吗 大王耳力不好 折腹成成 折腹青成 一绝折腹 为消为吃 这不是大雅瞻昂吗 是啊 这几日 宫内外到处都在传账的 真的吗 大王对你有意呀 什么有意呀 不过是说了一句 雪中美人图罢了 傻丫头 在你眼中一文不值 在别人眼中 可顶得上千军万马呢 大王说姑母养育了华哥哥 在大王的孩儿当中 就属华哥哥最争气 大王还说 要给姑母送梅花来呢 大王真这么说的 太好了太好了 华儿有望了 姑母要当心 外面传的那歌谣 是不是 就是冲着姑母来的呀 不用管的 有大王的恩宠 外面的人 就算唱破嗓子 又能如何 太好了